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妮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尊党将被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款党将被 它是由龙婆超普拉大师 开光祈福加持的 佛丽寺2564年 妙名是 采用的材质呢 它是药材 然后呢,贝壳 还有福管 这些摊在里面的哦 它这款的话 上面是有青秧 是由龙婆超昆啊 大师傅在上面 亲手画的这个 金纹,符纹 你有看到吗 就是这边你有看到 金色的就是师傅 画的金纹呢 它的功效呢 也是非常的多 它有 帮忙主人 挡灾 然后呢 防止自身的一个破裂 会消耗掉 不必要的东西 它可以 遇到重大灾害的时候呢 它也会帮助到主人 党将辈呢 还可以挂解 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的困难 和危险 据说呢 它可以 除了避邪 还可以 帮助人员 很好的 很好的 帮助到主人 避掉不必要的东西 然后呢 它不会去防攻 如果在碰到重大灾害的时候呢 它会 帮助主人 挡住这些东西 还有化煞气 邪气 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噩梦 又或者是有阿飘来压床 哈哈 然后呢 都是非常适合 带这个党将辈的 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党将辈的话 它不像是佛牌 就是有师父的法像 或者是神佛这些的法像 就有的 只可以戴在一个上半身 不可以戴在下半身 比如洗澡的时候 不可以佩戴这些 可是党将辈不一样 它 你不用可以去避这些东西 就是你哪怕你睡觉啊 或者是你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你出门在外面啊 去住酒店这些的话 你包好一个防水壳 你洗澡的时候也可以佩戴它 就会帮助你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阿飘啊 或者是那种 呃 磁场啊 不好的磁场 挡在你的体外 它不敢靠近你的哦 不敢靠近你哦 但一般挡将辈的话 它是中间是这样一个贝壳形状哦 它其实里面是有 含有水银的哦 当受到别人的 法术攻击的时候呢 里面的水银就会流出来 表示呢 有人正在 试图对你佩戴的这个佩戴者 施法 而且水银流出来呢 就表示党将辈已经帮助了主人 或者是佩戴者挡住了这一个结了哈 与此同时呢 党将辈呢 就失去了它的法力了 所以你们在佩戴党将辈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水银流出来 就表示它已经帮你挡过灾难了 挡过结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去请一枚新的党将辈子来佩戴了 在早期呢 因法流行的那个期间呢 就很多师傅对这个党将辈的法门还不是很在行哦 只是少数人对这个法门的生人呢 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尊敬 其实呢党将辈还有另外的一个来历 就相传在古时候呢 泰国有一位佛教的高僧 在家里呢 供奉了一尊佛像 他很勤劳 他每天早晚呢都会起伏送鸡 有一天呢 在泰国呢 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旱灾 就干旱 就泰王呢 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变态这位高僧呢 去前面 去震灾 于是呢 高僧呢 就准备 往灾区去 由于呢 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高僧 他就希望带着佛像能够前去 一起去震灾 就能够让他早晚呢 都能够送金祈福 同时呢 记着佛像也能够保护灾区 但是呢 可惜呢 那个佛像太大了 没有办法一同带碗 于是呢 他在当晚睡觉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就梦见佛像 叫他可以用佛室里面的泥土和法体盐 就按佛像的模样呢 制作了一个佛牌 带在身上 一同前去灾区 这样呢 就可以帮忙保护他 使他平安顺利 然后呢 他就按照他做的那个梦 就去指示 就是做了这一尊牌 带在这个身上 就是这样的一尊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 类似这样的一个党将辈 他到了灾区之后呢 他依然就很诚心 很虔诚的 就每晚都起经 送福这些不久呢 灾区呢 就真的是得到了好转 这样的一尊党将辈真的很漂亮 最关键的是 这个是荣霍超昆达大师傅 亲手牵羊的 每一尊都是他画经文在上面的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是一根金子管 他已经就是在里面了 按进去 还有人可能想知道 挡浆背里面的水瓶 对身体是否伤害呢 其实挡浆背是完全密封的 水瓶在挡浆背里面呢 跟人体没有直接的接触 所以呢是没有伤害的 就好像我们用一个水瓶体温计一样的道理 当然如果我们是要佩戴的话 最好是在挡浆背的外面 再抱一个密封的防水壳 这样即使真的有一天水瓶被激发流出来了 那么这样也不会接触到人的身体 在视频的左下方有师傅的照片 在视频的右上方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有想要共情的佛友们 请记得